刚刚是乘积这个业绩,业绩就是算 其实上面下面都一样,我们拿这个Range 第2到第7列 然后它的条件不止一个,它是什么 销售量,这一栏 B栏 跟销售额,就销售金额 大于8万 这个条件跟这个条件,两个都要为True 也就是AND 就是交集,这两个都要为True 才为True的话 那怎么做,当然我们可以用Excel来做 或者是用函数来做 或者用这个最后可以输出 有没有 这个是用VBA 第一个当然一样,我们用逻辑函数 if 那因为它两个,特别最好,这个地方 它不是多重,它是交集 所以特别最好,如果交集的话,这两栏的话 那当然第1个,第1个条件是第2个 那如果两个的话,我的习惯是这边加一个AND AND 所以习惯上是自己打比较简单 自己打上去比较简单 AND 钱瓜糊 用AND这个函数 那第1个条件是这个条件,必须大于 所以你就第1个条件大于20 第2个条件,逗点就对了 所以如果你有 2个以上,你就逗点,逗点,一直逗点 然后这一栏要大于8万 OK,然后刮符 刮一下 OK 那如果为true的话,那当然是yes 反之的话就no 类似像这样 那这样就做 关键的地方就是这个AND 我的习惯,那如果你有交集 你就自己打 AND 那如果连集的话,就打偶了 OK,就是第1个第3个条件 好,那按确定之后的话,我们就可以做出我们要的结果 好 那当然 丢公式我想差不多,前面也做过,所以比较困难一点,就是之前 练习比较少的就是这个,直接丢结果,不是丢公式 丢公式,我想我们这边就不练习了,我们就直接把最后结果做过 那最后的话,如果要把它改成VBA的话 那按下这个地方 输出结果 这个已经把它盖过去了 那一样 其实结果也会一样,那怎么写 基本上 跟刚刚那个逻辑基本上都一样 差别就是说呢,会多个AND 有没有 OK 也就是 for I 等于第2列到第7列 所以其实甚至你可以把刚刚的 程式贴过来改都没关系 把它改成,改个名称 for I 等于2到7 那第1个条件是B欄 所以把B欄这个资料 带过来 OK 所以其实就是 把这个 第1个 资料 把它带到这边来 然后把这个资料 带到这边来 然后两个要AND 这两个条件都要为True 才会输出yes 类似 反之如果其中一个不是为True 为False 那就会输出No OK 然后就把结果输出到 这个E 指的是这个E OK 那其他的话就清楚了 所以这个我想 刚刚有写过类似的 请各位 自行再练习一下 那 再来的话就是 其实 偶尔的部分呢 跟AND有点类似 差别只是说 像这个偶尔是说其中一个条件 像 这一栏 或 这一栏 也就是其中有一栏 为True就为True 所以这个跟刚刚不一样的地方 是第1个一样E F 然后这边就是偶尔 偶尔是什么 牵刮糊 然后我就怎样 这个条件 如果一样 大于 20 逗点或 或这个条件 大于60的话 6 那6万 那当然yes 反之就no OK 差别只是说这个地方 你把它改成 连级 就其中一个为True 那这个就会跑True的部分 OK 按确定 那 如果写成VBA的话 其实只要怎么样 把这个 我直接拿这个来改 把这个 复制过来改成Or 后面加一个Or 然后呢 其实只要改这边 改这边有没有 把它改成Or 然后面的话呢 这边改成6 对吧 其实结果就一样 所以其实 其实我想差别不大 主要就了解 And的叙述 跟Or的叙述 这个很重要 因为将来 你在逻辑叙述里面 通常也会有那个连级交集的问题 所以如果你 多重的逻辑跟连级交集 都有概念 都会的话 那以后呢 就把它写在回圈里面 就可以很快速 把你要做的事情 快速 通通完成了 OK 画面 先 还给各位 试一下 先利用那个公式 记得在Essal里面 自己打AND 跟偶尔 那在VBA里面的话呢 就是在 逻辑里面 在 if后面 的那个 逻辑 的判断 是后面再加 and或偶尔 那就可以再加 第二个 那如果 你想要再加 第三个条 第三个 再and 继续and 下去 也可以 他可以 两个 三个 四个也没有问题 只是说一般 习惯没有这么多and 比如第1个 and再and and 下去 这样是OK的 最多 其实他好像没有限制 只是说一般我们程式传写 没有人写太多个and 要不然的话 还有就是说 在VBA一样可以做潮状 你先判断一个 里面还可以再一个if 也就是if 再if 再if 一直往里面还可以再if 也就是VBA里面还是可以再做潮状的if 叙述啦 不过目前我想 你们先把这些学习 起来 大概优先 那之后如果再有 比较复杂的叙述 我们再来说明 好了 因为我觉得 你们先把基本架构 先了解 其他的话 都是变化的 OK 就是先掌握 基本的 这个东西 之后的话 演变的 你要有基础 之后再演变 我想你比较能够 了解到底他怎么变化出来的 不要一下就做太多 太高难度的变化 否则的话 你很容易做错 就会 可能会相对的会比较有挫折感 我是建议 学习程式也要养成 正确的观念 真的 不要以为 你都可以把所有程式都 牢牢的记得 你回去试试看 下个微信 你自己要从打院 如果你全部都打对 我都赞叹你 天才 OK 但如果你不是的话 恐怕你还是要 想一点办法 确保你下一次一定要打正确 那最简单的方法 像我自己 我就把 写正确的版本 一定要把它复制一份放在云端上 那为什么 因为下一次如果你要用的话 你干脆拿来复制贴改改最快 最 我想最不容易犯错 所以你要想一个方法 确保你下一次 写一样的程式 也可以很快把它完全都写正确 后来发现 同学里面最能够接受的 好像就是 拿我的程式来当范本 以后来修改 好像 真的 你不要觉得好笑 真的 得到很多同学的反馈 所以说老师你的程式真的 在初期 还程式不熟的时候 真的帮很大的忙 就是因为有个模板 反正你就拿来改就好了 真的是这样 因为 很多时候 你 不可能说一下子马上 就突然 程式就是 都会很顺畅的写出来 而且 都没有错误 OK 那一定会有个过渡期 那怎么办 切记 真的有的时候 你 需要有点东西 所以我还蛮建议 推荐各位 可以 把一些程式 放在一个 你找到的地方 即便写在 笔记本上面 都还不见得 一定会让证据 因为你即便 把它全部写一遍 你将来打 也会打错 所以最好的方法 我发现 其实你可以把它 像 我是把它放云端上 可以复制贴 以后的话 你也可以 利用类似的方法 找到的地方 可以复制贴上 OK 先试试看 就是 and跟or 连接跟交集部分 那待会的话 我们再来 说明一下 如何在 那个 这个 VBA里面 如果我要做一些 格式上的设定 比如说我今天呢 什么条件 A的话 给一个样式 B的话 给CD 不同的 这个逻辑 给不同的 颜色 作为 这个 这个格式 那这地方 该怎么做 另外还有就是 画框线 因为 刚刚有提过 因为 其实画框线 并不困难 但是一般坊间书籍 好像他都没有 没有特别提到 我翻了蛮多 VBA的书籍 不见得每一本书都会 讲到 即便讲到也讲的不是那么清楚 所以呢 后面我会再补充一下 就是 当逻辑判断发生之后 我也要怎么样去做 一些 这个 储存格 那个资料的格式化 的相关问题 哦 谢谢大家